来到苗栗泰安乡的象笛村 眼前所看到的这一间组合屋 就是921重建委员会 透过世界展望会的慈善捐助 所建造而成的 而房屋的屋林就是从民国88年 发生921大地震至今 不过组合屋的材质 已经开始出现了变化 隔热的系统都已经失效 然后内部 我们内部的部分 内部的话现在都已经开始在漏水了 因为这个因为它的年限也超过了 它这个水桶是接水用的 对 这水 没关系 真的有水哦 真的有水 哪里漏水 这边哦 掉到这边来 那你怎么睡觉 落在那边 你用这个来接水是不是 衣服可以吸水吗 可以啦 可以看到这个墙面呢 它非常的薄 四周都是一样的宽度 这样这个手上的一百块 去做一个比较 比上去之后呢 还比一百元的厚度还要来的薄 所以这个环境冬天冷 夏天热 那另外再走进大安部落 这一处的组合屋的情况也不好 这怎么回事 不是 因为它这个根据我了解 因为我了解以后 他们车子没有刹车 刹车系统不良 一发动就走了 外墙因为被人给撞凹 就算拿布来塞 也挡不住风雨 也就因为屋主们收入不稳定 根本没有多余的金钱进行修审 这个组合不是合法的一个一般的建筑 所以这个部分也非常困难 所以我想在这里我也呼吁 我们所有的一个十三团体 或者是一个企业 这个团体来讲 能够是不是来协助 来帮忙 来弄一些相关可以遮宇 避风遮宇的一个设施出来 主要是因为房屋没有建筑执照 乡公所更因为预算法的缘故 无法匡列预算进行协助 十四年的组合屋 破损的越来越严重 该如何止住恶化的情况 在没有任何资源的协助下 经济能力有限的屋主们 目前也只能够过一天算一天 记者八路五六 辽力滩采访报道